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安排年度拜访辖区内超过有16个警分局的系列活动 其中第九站列车则是开到了林口警分局 并且受到了陈中龙分局长等干部热烈的欢迎 公会理事长黄春山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聊到最近这几年林口地区是人口快速成长 不过在陈分局长睿智的领导之下 代理了这群破例式团队就治安交通等维护工作 交出亮丽的成绩单给予高度的肯定 最近会议室第一年就清楚看见林口警分局精心制作 欢迎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的这个大型投影看板 黄春山理事长和工会干部等人非常感谢人员保姆 在忙碌之余的用心令人感动 而这是记者工会今年首度安排到所属辖区内 16个警分局进行败会的系列活动 其中第九站列车则是开到林口警分局 并且受到陈中龙分局长等干部热烈欢迎 同时还分享在治安上破获台湾史上 略略最大宗的毒品案总市值超过5亿元 可说是成功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也为国人健康安全把关 此外陈局长强调为民服务治安 以及交通等三大主族工作 要求同仁一定要彻底执行 才能够让市民安居乐业 非常谢谢我们黄理事长 率领我们新北市记者职业工会 的相关的先进来到林口分局 跟我们做一个很高度的肯定跟慰问 那林口分局未来将会在我们辖区 更进一步更努力的把治安工作 还有交通工作及为民服务三项 我们警察的工作大主轴 继续的努力继续把它给做好 在会谈中黄春山李治长从分局张德口中 都知近几年林口地区人口快速成长 这群破例式团队就治安交通等工作 成效交出量力成绩单给予高度肯定 年度的拜会参与活动 今天很高兴来到林口减分局 那么首先感谢我们陈分局长领导的资安团队 这个对资安跟交通以及为民服务 交出有一个亮丽的成绩 堪称为是林口欺民之福 那么今后对新闻媒体这一块呢 记者公会亦不容辞全力支持 此外平常媒体比较有业务接触的 副分局长黄家伟 审查队长陈吻连 交通组长陈文雄 秘书室主任陈俊荣 还有秘书室承办人员李建德也共襄盛会 随后双方也护证纪念评 最后大家拍照合影留念 期盼未来能与公会的记者们紧密交流 透过媒体报导 共同为打击犯罪尽分行李 记者黄又贤林口报导